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了一些感傷還有空虛 即使知道往日不在 但下意識仍然會追尋的 那存在在腦海裡曾經的影子 仍然會面懷那些 過去曾經的美好 各位觀眾朋友 來看一下我今天的打扮 OOTD一日穿搭 我今天上半身是穿 我們美式配色的這個 繽紛的古著襯衫以外 搭配這個 萬年不敗的丹寧寬口牛仔褲 我今天整身就是O OK 為什麼今天要這樣 因為我最近呢 被回憶的這一陣風吹到 O baby 請我多順一天 叫我走路太一邊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要來介紹這一個 回憶以前那種往事的曾經 就是這個純樸又美好又簡單的一些 小點點 小料理給大家 首先我們跟著兩天一夜夠 來去看看這個 黑糖古早味爆冰 這個古早味 我們今天的主視覺回憶一下 帶你回到古早好不好 黑糖用那個手工下去炒的 香氣一吃直衝腦門 只有這個冰當然不夠 還有小朋友大人都愛的 這個地瓜球 重點 跟著兩天一夜夠 出去玩 肯定要住宿 今天整個行程 整個配套幫你配得好好好的 古早味有了 古早甜點也有了 這個住宿的地方是 老飯店新建 跟著兩天一夜夠 一起去看看這個神秘的麵紗 好 好 回味一下吧 沒想到竟然有一間 文青冰店藏在這裡 我看客人也不少耶 大哥 我來點 你快入座 怎麼樣 是不是在外面看到的 冰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這個明明說實在是 比如傳統的就是黑糖炒冰 就是整個看起來 就這種質感的感覺 我跟你講老闆他們兩位 就是以前是在日本打工換書的好朋友 他們打算要把我們這種 傳統的黑糖炒冰 芳芽光大 首先他們就先選在 湖尾這個地方 而且尤其在這邊旁邊就有糖廠 所以他們取得的糖 都是高品質的 真的啊 自己熬出來的黑糖 包括所有的料 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他們要把我們的黑糖炒冰 提升一個檔位 一個層次 好不好 有一個高度之後 才可以去成為台灣之瓜 天啊 對 這樣看就蠻美的 這個是我的傳統炒冰 然後這個呢 我這一碗呢 很可愛的名字 它叫做地瓜蛋糕 聽起來是蛋糕 但它就不是蛋糕 它就是很反骨 它是炒冰的 你看他們的菜單也是很可愛 而且它這邊還會教你 要怎麼樣吃法 所以從邊邊開始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這樣一口一顆 一口一顆 一口一顆 我的餡下去了耶 我覺得這裡面好像還有別層耶 我先 它其實這個分層非常的多啦 你敢嚇死 沒有... 你看上面這個其實是略帶一點 一點點小小的鹹味的海鹽味 那種感覺的一個奶蓋在上面 然後上面就是他們 你剛剛講的 他們自己做的這個地瓜泥 它的地瓜泥甜甜的感覺 跟這個有點鹹鹹的奶蓋 覺得很搭 然後上面就看到這個整層 它都是地瓜泥喔 對 地瓜泥 然後再下去就是你剛剛提到 中間是它的黑糖剉冰 再下去它還有喔 它就像是在蓋房子一樣 這半就是不屑搞剛的 一層一層把料鋪進去 中間還放上布雷 和焦糖凍增添口感 哇塞 做一碗程序也太多了吧 上面那一層地瓜泥 是選用雲林水林的地瓜 自然又甘甜 就連這邊啊 你看 古早就剉冰這種 你看 料也是滿滿滿 我看到這個湯圓 跟這個地瓜泥 這種QQ的感覺 豆腐的 它這個黑糖炒得好棒 它有一個很迷人的味道 小小的炭香味 對... 一吃些 然後在你嘴巴裡面 然後外加他們自己做的料 也是真材實料 甜度也是剛剛好 這樣吃下去完全是剛剛好 他們的剉冰配料 通通是使用雲林在地食材製作的 還有一個不提的 這個之中的靈魂黑糖本人 除了是自己炒的之外 還有加獨門配方喔 難怪吃起來真的很像 造型美味度兼具 這家店我先收下囉 怎麼樣 看到書包不用解釋了吧 怎麼樣 我們現在要玩什麼 不是玩什麼 我們現在是學生 你要說服自己 我們現在是學生 因為我要帶你去一家地瓜球 賣地瓜球的店 對 老闆很有佛心 因為他鼓勵小朋友 就是要考 要念書 念好書 所以你只要拿100分的考卷過去 他就送你一半 太好了 這樣撐得住 而且他撐得住 而且他生意很好 而且老闆很有良心 他就是拿你的地瓜熟成 最棒的 他就會選用那裡的地瓜 來做地瓜球 太棒了 而且他一份才賣10塊錢 稍微大了 先跟各位小朋友講 聽說是要斷考才可以 你不可以做每一個考的時候 拿來這樣太多了啦 所以我準備了 有沒有 我現在是使羽輪小朋友 100分的考卷 我有講 我是3年餅班15號 張明泰好不好 張明泰 好 張明珍吧 張明珍... 明珍妹妹唸錯 走... 好 我們現在是學生了 YA 我們要來換地瓜球 地瓜球 真子余 你該不是因為他小朋友 想帶我來這間吧 這你就錯了 豆哥 這間地瓜球不只便宜 算了... 我要一點跟你解釋 前面小朋友都在排隊了 你趕快來啦 可以換喔 我們主要是鼓勵小朋友 對啊 可以換 就可以換是不是 跟旁邊的阿姨展一下就可以了 你現在就在炸地瓜球嗎 對 天啊 我一般沒有看到 這麼大的鍋爐 阿姨 我們要地瓜球 阿姨 你們在等對不對 你們先換... 我們等你們 好了 曾子余 你有時間可以慢慢說啦 好啦 豆哥 你不要看地瓜球 看起來很簡單 老闆會以後 既結局選台灣不同草地的地瓜 就是為了做出品質最好的 再加上念那個故鄉錢 想要鼓勵小朋友 才會發起這個活動啦 可以換進我們吃嗎 不要... 不要 這麼想去 真的 再講一次 你沒有看過壞學生是不是 是很好吃是不是 好壞喔 人家瘦碎啊 對 現在是不是這樣 你冷靜啊 你冷靜啊 阿姨 我們也要換 你給我地瓜球啊 地瓜球吃得很像檳榔啊 真的要說拌拌拌 我跟你講 它地瓜球真的是 地瓜球好吃的時候 它是外面這樣一整 然後裡面有空氣這樣咬進去 可是它這地瓜地瓜 是選當季的所以很甜 那我給你換 這要吃一口 給你 那你喝喝看看好不好喝 好吃耶 地瓜球好吃喔 因為它其實它的Q度很好 你知道嗎 然後這樣吃的時候很香 特別的香 老闆啊 沒有因為便宜的價格 然後餅值打折的耶 那是當然的啦 而且油溫還有火候要掌握得好 還可以炸成這樣 外皮酥脆米麵又超Q的 可以咬一咬... 你這個很純耶 對 自己我們自己都做的 地瓜放比較多一點 因為你看這不是放比較多耶 你看這個牛奶是在... 它地瓜完全是地瓜泥耶 喝看看好不好喝 我剛才已經把妳均勻咬好了 說謝謝 確定嗎 確定 真的 妳喝喝看 人家就知道 我剛剛咬的 好 不然妳喝喝喝看... 確定嗎 好不好喝 妳自己講 這是阿伯說一聲 你好喝 我咬的好不好跟他們講 不好 我太誠實了 太誠實了 小朋友不會騙人 小朋友太誠實了 真的 不然妳喝看我咬的 那妳喝它 看它咬的好不好 好... 你跟他們說誰咬的比較好 小朋友 我們都比較會咬吧 我看一個是跟他投塞錢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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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來 仔細喝喝看 你先把他喝光是不是 你喝太大口了吧 他有被我認好嗎 這口很好喝耶 因為它真的好純喔 小火一分 一分也是大份的 我好會咬喔 怎麼可能 我喝喝看... 他要把你喝光看啊 喂 你很壞 沒有啦 差不多啦 我一口就這麼大口 這是你咬的比較好 怎麼連地瓜牛奶都這麼便宜啦 不愧是雲林的地瓜 喝起來就是甜啊 阿姨 再給我一瓶 地瓜薯條也很不錯喔 孫子余你不錯耶 這一包十元的地瓜球 讓我吃到整個心都暖起來了 我的天啊 曾子余 你就願意帶我來 有公主的地方喔 對 我跟你講 對啊 這不點事 我知道什麼意思 這不點事啦 而且還會給你黑芝麻煮啊 水果盤有沒有 對... 想什麼 你想什麼東西 我們是合家歡賞的好節目 我要帶你來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這個是他們的餐廳啦 這是我們旅店公司的餐廳啦 Yes... 異國料理 你想到什麼啦 也沒事... 這個東西大概就在這裡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一個布袋系 全台唯一一個布袋系為主題的 一個旅店 第一間有電梯的大樓 已經是在歡迎 沒錯 LUNI胡尾又可以說是 台灣布袋系的故鄉 我們都來了胡尾啦 全台唯一布袋系主題旅店 當然要來住看看啦 你小連電梯都是啦 好可愛喔 整個布袋系棚就在這邊耶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 你先坐在這邊 就是以前啊 像那種廟啊 或者是舉辦一些 文化的東西的時候 受還精吧 這上面黃俊雄的先名耶 對 我忘了跟你說 這一棟以前就是 黃俊雄先生的房子 黃俊雄老師的 對 黃俊雄老師的 你看 這個都是啊 你看 天啊 來... 來檢查一下 其實不瞞你說 我小時候還是有經歷到 那個布袋系封閉全台的年代 所以看到這個文化被傳承下去 其實有點感動耶 董哥 你不小心 暴露你的年齡了啦 那不是重點啦 快倒去看房間啦 這個門開得蠻優雅的 怎麼變得比較慢啊 來... 五零 你看喔 它的房間是用那個 就是以前那聖誕記過醜的 生啊嘛 對不對 對 祭寶 祭寶 然後... 臭 對 果豆蛋耶 它的蛋的房型可能就是 一種房型 然後生是一種房型這樣子 來 509 你寫好嗎 意思啊 它是小閣樓的感覺耶 對啊 可以耶 酷喔 不是... 它有些人一定會踹 來... 快一點... 停 我們先看房間好了 好 先看房間好了 對啊 很溫馨耶 特別感覺耶 行耶 它就是一個小哥的感覺 然後牆面是要木頭 然後我覺得配這種黃燈那種 那種感覺就有到小木屋 很溫暖的感覺 有國外那種小木屋 木頭跟這個來水泥牆來搭 然後重點是 你看喔 我們來其實說房間裡面 會真的會有破給你阿嬤 對喔 還好沒有 因為我個人是膽小型的 這個有啊 像這樣貼一個這樣 我還可以接受 它的咖啡啦 它的杯子啦 這什麼烏龍潮 像這樣 可以是喔 它這邊有坐著兩間 我們在知道是怎麼樣 你在裡面是... 應該是分離吧 居然有一個浴缸 我想不到這樣子的大樓 裡面居然能夠有浴缸耶 而且它的空間眼鏡這樣規劃的 床的地方也是很舒服 想不到它的浴室 還融入了一個浴缸 有點泡澡 現代化的房間設計 巧妙融合了布袋西角色的風格 甚至還有浴缸 真的是有把老建築 融入新想法的感覺耶 還有單人房型 一個人來也可以住 先來休息一下 大家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這些店嗎 知道嗎 大家來看看這邊 好多的玩具公仔 好多的城市 這些都是70年代 當時最熱鬧的 大家的收藏 都擺在這邊給大家看 你們可以看到這樣 是為了這個 不論是玻璃貝拉 或當時的那種卡通人物造型公仔 還有最熱鬧 大家一定都知道 這個外星人ET在這邊 來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小連結 這個椅子不是堆積出來的 這個就是當時70年代 美國麥當勞門口的這個漢堡椅 我沒有去過美國 我現在坐在上面 我彷彿在美國 說到這個麥當勞 你們知道嗎 第一萬間麥當勞 是在什麼時候開的嗎 幾年開的 還有台灣第一間麥當勞 是什麼時候開的 你們知道嗎 你講這個話過分了 第一萬家的麥當勞 就是在1988年成立的 開的 那也就是在所謂的70年代 那台灣的第一間麥當勞 其實早在1984年就已經開了 厲不厲害 有沒有覺得長知識了 說了這麼多 也看了這麼多 這邊有這麼多可以買的 徽章 貼紙 公仔玩具 如果真的有心想要把它 這樣帶...帶回家的人 來到這邊都可以買 都可以購物 還要這樣連連連回家 成為自己的寶貝 說到購物 聽說 魚肉香米 在幹嘛點給我購物起來 趕快來去看看 他們買了什麼 吃的時候 都要買了什麼 就買了什麼 都買了什麼 麥當勞 和5 在那裡 搭拾 beyond 你 來 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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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到底是哪些東西 我的都是吃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吃沙士湯 對 小時候 小時候的回憶 一塊對不對 好像差不多 小時候 然後還有這個 天啊 這個很流行 這個以前是不是有踢盒子 踢什麼的 跳防止 他踢一踢 有嗎 奇怪 我不差一歲嗎 我沒玩過這個遊戲 跳過... 還有這個 跳跳桃 小鴨有沒有 這三個是我們 不錯... 這個東西是 現在已經很少看到的 一顆這樣子對不對 小顆的 對 一小顆... 你沒吃過 沒有啊 怎麼可能 吃一顆... 我好懷念一下 這個 怎麼變大顆的啊 以前還會大顆 對啊 以前都很小顆嗎 長大了 都長大了 沒有 以前 沒有 你不是在咬的 在含著啦 我也是咬的 我以為要玩的 我以為這樣好像不太一樣耶 沒有 以前是很小顆 對啊 以前像那種 老鼠要... 什麼爛解謠 沒有 以前是那種很小很小的 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像那種 過年的時候不是有那種 甩泡一小顆的 甩泡... 超像甩泡的 沒有 而且我記得以前 它的瓶子也是幾乎是這個一半 對不對 也是小館 不會很小的喔 虛貨總長不太一樣 第二個就是這個 來 以前一定要吹泡泡的 一定要吹泡泡 我的話是這個 你們有吃過這個荷包蛋嗎 有... 小時候的荷包蛋 我沒吃過耶 就你放學的時候 一定要去買個一小包 而且我喜歡吃這個 我可以把蛋白撕掉 然後再撕蛋黃 示範一下 小時候這樣子把它圍成邊邊 就是一個樂趣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 你們一定有玩過 阿拉票 我跟妳講 我們後來發現 因為我們團圓就是五個 來自不同地方的 我們對於這個的稱呼都不一樣 我們中度是俏牌 邊邊是 哪裡 高雄 然後花蓮是豆片 豆片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一直在講同一個東西 他說怎麼可能那名字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上網查 對 各種不同的 五個地區的名字都不代 妳是叫 阿拉票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不是很有名 這個是什麼袋子 這是菜奇亞袋 菜奇亞袋 然後做個環保袋這樣 很方便 妳等一下可以去付錢 我覺得玩得好開心 妳不就住這邊嗎 妳不要來買 妳不要在我們節目裡買 不是 我是因為妳 因為你們才特別來這邊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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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小孩可能很少玩得過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要先擠這樣子 你知道好像在真的擠麥芽糖 不是 它真的要賣麥芽糖的擠發 味道好觀念 對 以前就是很像在吸這個味道 你告訴我 真的 你不要亂講 沒有...以前 不是... 不是啦 以前就這個東西很香 就一直在那邊聞 小胸 你的坐姿都讓人家覺得很害怕 好 妳要 這也要捏成一個小球球 因為其實你知道 它那個平均步 就會通常這邊 對啦 也要平均 就很生氣 捏得很好 那妳看可不可以把它吹破 要破了 通常這邊就要拿起來 差不多了 對 通常這邊這樣 對 然後捏它口 所以就可以這樣 你看在這裡 來吃一下最有名的肉圍 肉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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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中部的都是炸的 很好吃 但是它 它的皮非常的Q 然後它是因為炸的 所以它的外皮是有一點點 焦脆的感覺 然後它的皮算滿厚 可是很Q 很好吃 它這個皮就是像咬下去的 它有脆脆的東西 它邊邊它有炸的脆脆 對 然後它的皮很Q 然後它的肉的很甜 非常的甜 其實這樣仔細看它邊邊這個角角 是有點酥香酥香的 我覺得可以再點一份 再點一份 你還有芋圓耶 你還可以吃耶 老闆 我們可以再一份嗎 然後我蒜頭要多一點 然後不要辣醬 對 再來吃一下芋圓好了 剛才不特別講 也是很像肉圓耶 怎麼樣 很奇妙的融合 那是融合的很好 它裡面有包這個肉啊 芋頭瓜可以嗎 超棒的啊 我來試試看 你真的很喜歡喔 因為它把它融合得很好 就是它那個肉 就是它那個芋頭的甜 然後它不會去互相搶 搶彼此的味道 就剛剛好這樣搶 嚇死了 鵬咪湯啦 鵬咪湯啦 我來喝看它的湯的部分 好 我跟你們說 這個湯芋圓 它的湯喝起來 很像熬煮很久的大骨湯 很鮮甜 搭配淡淡的薑絲 完全沒有影響到芋頭本身的香氣 你一口咬下去 豬肉的內餡加上芋頭的香 搭配著一口湯頭 跟乾的芋圓 完全不同的風味 但我比較喜歡乾的 真的啊 我比較喜歡湯的 接下來呢 來到我最期待的 小賣牌特製的 蚵蚵 蚵蚵 好像通靈喔 完了 真的喔 因為蒜頭很夠味 Oh my God 好吃到爆 好吃到爆 它的皮真的很脆耶 有沒有 你眼睛都發瘋了 炒得真的大 它那個甜的味道更多 對 很好喝 個人是個人自己在吃麻煩的時候 我會不愛吃那個紅醬 因為其實白醬是甜的 然後加上那個蒜頭 個人對見 個人對見 太好了 所以這樣聽說 它可以一天吃五 對 因為我是真的很喜歡吃這個肉圓 所以我有時候回來 可能回來一個禮拜 我可以吃個五天 就我可以 我是真的 我很喜歡吃肉圓 就是在地的美食就很愛 那妳去其他地方吃肉圓 是吃不到鹿港的口味 真的耶 就味道是有變 而且醬汁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說醬 醬生的會搭配 就是要搭配到好好 然後那個醬汁味要剛剛好 對 這個皮真的是算厲害的 近期吃到最好吃的 如果你不以為是有什麼 焦糖炙燒在上面的那種感覺 那個脆度感 我們在這邊才吃得到這個浴湾 對 後面是只有鹿港才有研發出這個東西 我也不清楚耶 對 我們來問他老闆 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芋圓 芋圓是鹿港特有才發明的嗎 對 鹿港最早開始有芋圓的 然後因為早期芋頭它屬於比較 大家可以吃得到的東西 對 那他就我阿公熱的時候就想說 不然的話就除了肉圓之外 他就都會這樣長過 他就演出出藕丸的這種醬汁 他其實最早的吃飽是吃藕丸湯 然後看我們在桃餐燉這樣子 然後後來因為演出出來就是說 大家肉圓會比較早賣完 那這裡就會有一些醬料 可能就想說 當我吃湯的之外 還想要吃加一個加醬料的 我們一湯一乾也是一份 就是乾的芋圓 對 就乾因為加醬料的 而且我剛剛就是在吃白醬的同時 然後我就... 因為剛剛沒了嘛 我就在那邊吃醬 然後就問老闆說 白醬是不是有花生 對 沒錯 好厲害耶 不是 因為剛剛那段我講的時候 我發現攝影已經沒開 我決定再補醬一次 好強耶 對...很厲害 好 來 有了吃出來過來 謝謝 有了吃出來過嗎 有 一些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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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相較於過去呢 以前手機網路 還不是那麼發達的時候 還有智慧型手機 也不是那麼普遍對不對 甚至 當時可能還沒有手機的時候 就在想說 小孩跟小朋友都在玩什麼 那像你們平常 有在收集什麼玩具嗎 銅罐有嗎 以前有嗎 以前有 例如什麼 你們會玩一些什麼東西 我會玩一些 打牌的啊 打牌 丟的啊 你說阿嬌那種嗎 之類的之類 然後還有那個搓搓樂 搓搓樂我也有經歷過 就是小時候的時候 都會玩那個搓搓樂 就是簡單的小樂趣這樣 而且我今天站在這邊 非常的興奮 為什麼 今天來到這個就是 民族銅碗傳統零食的 這個老店 在我身後這一間店呢 就是應有盡有很多 古早味的銅碗零食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想要進去 過不起代的想要走進去了 走吧 我現在是非常的興奮 因為呢 因為今天不是要介紹這個 回憶下的部分嗎 就是介紹了很多很復古啊 這種懷舊的東西 天啊 好懷念喔 而且我跟你說 我剛剛進來有看到這個槍 我小時候我家真的有這個槍 就是可以裝那種橡皮筋 然後射出去的 然後以前我哥都會拿橡皮射我 偷偷爆料 你可以買一支手機 你說這個嗎 對 好 那... 那我直接吃囉... 好多糖果零食喔 這個好懷念 是不是還有一款棒棒糖 是那種草莓的 外面包那個草莓包裝紙的那個 在哪邊 那個也是超古早味的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啦 這個啦 對啦 你有吃過香菸糖嗎 沒有耶 就是它做的 你說像香菸嗎 像香菸 其實小時候都會裝逼這樣子 你說這是裝大人啊 對 我以前就是裝逼的那一個 那我來一盒好了 剛剛呢已經有買了一些 就是小鈴嘴 來我來看一下 剛剛的那些小鈴嘴 你剛剛是不是有推薦這個 對 這個叫什麼 香菸糖是不是 你說叫香菸糖 好 來 來我們打開 香菸糖喔 就這樣 短短的 然後它就是做那種香菸的形狀 好 這個味道 妳以前是說要怎樣裝逼啊 就直接吃這樣 這樣嗎 對 這可以剝嗎 我是不抽菸的人喔 不是不抽菸的人耶 涼涼的耶 涼涼的耶 但 給予就是 它是一塊糖 這個是我很懷念的 好 每一棒棒糖 剛剛因為 老闆剛剛是算一包的 但我以前的印象呢 這樣一支一口 好懷念它的味道 但它就是假的讓人懷念 對 就是它 接下來厲害了 我們看一下瘋狂總部 去到了哪裡 找到了一間厲害 可以吃又可以玩 打蛋豬還可以吃冰 在以前古早味的年代 那個懷舊氛圍 下課怎麼樣 就是手刀要去怎麼樣 打蛋豬啊 我們來去看看瘋狂總部 多瘋狂 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 這也太復古了吧 這是有年紀的啦 等一下 我先... 妳手已經準備了 妳能玩嗎 我先 那不就打出去嗎 可以嗎 我就打出去嗎 這也太復古了吧 40 滿好的啊 要命運來決定 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這邊可以幫我剩寫嗎 不好意思 我這邊 340 340 4顆耶 歐式 歐式 滑鐵王 這是... 這個滿大的耶 對 對 妳可以拿4顆耶 對 妳喜歡這個古早味 妳可以選不同的口味啊 分我一顆啦 好嗎 還有這個 這個是自己在加密尼的 我超愛的 這種傳統的 不好意思 這個也算一顆嗎 這算一顆嗎 抱歉 抱歉 對 不好意思 太狂忘了 我想要選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 黑糖花生口味 這真的比較少見 對 那我要這個 小涼哥是什麼口味 不要問小涼哥啊 那什麼我問小涼哥的 小涼哥又沒有錯 小涼哥又沒有打到 這個是黑糖口味的 你的是什麼口味 我的就是古早味 小時候都吃這個 還有麵耶 滿滿的花生 它裡面有點像是花生糖 對 那種感覺 我也想說就是花生糖的味道 花生糖 這個好爽喔 它很特別的是 它不是像花生粉一樣 只有粉 它是有顆粒的 對 它有花生顆粒 花生是有保留一點大小的 所以越咬 那個油是越來越強的 對 然後我的這個是黑糖口味 我剛原本以為它是撒黑糖粉在外面 然後跟你一樣是白色的皮 但我發現它是整個連那個皮 它有黑糖融進去 直接做成黑糖的粉團 然後再去捏的 它很特別耶 而且大部分的麻糬吃兩口 就會膩了對不對 但因為這個你裡面是脆的 外面是Q軟的 它那個口感就是很不錯耶 這個有太特別耶 這個是老闆為了優勝者的我 所準備的 真的嗎 冠軍麻糬 對 就是你可以選麻糬的口味 然後再選配料 配料 它這個上面還有放那個 比較顆粒比較大的花生塊 感覺很有口感 對啊 這個口感超讚的 你看它這個韌性 是我的麻糬也太好吃了吧 整個彈性都出來了 我覺得吃到它那個糖分 你就知道說對 就是這個味道 台式的那個糖分 它的麻糬是屬於那一種 比較糯的 軟糯軟糯的那一種 比較不是那一種 外面那種會有很Q的那種味道 咬兩下就可以吞下去了 對 我剛剛一直在享受嘴巴 做三溫暖的感覺 我吃一口那個燒的麻糬 然後再趕快吃一口冰 很爽耶 很爽耶 這個麻糬它本來是軟軟熱熱的 然後你馬上就冰這樣子 然後它突然口感就變得 比較有韌性酷酷的 對 很過癮耶 但是除了有麻糬冰之外啊 這個燒麻糬也是 他們這邊就是非常熱的 對 然後把它切一下 經典塊 你真的很會切耶 是不是 很棒耶 你很適合斷捨離的工作耶 很適合啊 因為剛剛我們那個麻糬 放在冰上面嘛 所以它稍微就是受潮 它上面的粉都受潮了 但是它這個粉是沒有比較乾燥的 所以它那個脆度就出來了 你現在麻糬王講話很全味 我現在很全味就是脆度都出來了 真的非常好想說 很燥喔 來... 這個比較是用到 煎薄的香氣對不對 對 而且這種感覺就是真的 那個阿伯在踩腳踏車 然後一直卡... 對... 但是然後它現做的那個味道 就是這個 你怎麼知道 什麼意思 這一家麻糬店 它真的就是祖傳三代 真的嗎 它以前就是這樣古早的口味 一直把它帶到現在來 是喔 對 流傳下來的 對 而且重點它除了只有出來 它還有升級版的 進級囉 進級囉 燒麻糬不辣 燒麻糬不是很光嗎 對 好笑 燒麻糬 然後這個上面就加了煉乳 跟玉米脆片在上面 所以它感覺是一個 這個超級飢餓 升級版的啦 煉乳我很愛耶 我跟你講 我那個 如果有饅頭沾煉乳王 那個煉乳那個碟子 我是真的拿在旁邊 真的不要... 太喜歡... 好 但我們趕快吃吃看 不對 那個麻糬光 趕快吃吃看 很不同的口感耶 真的嗎 因為一個是脆片有沒有 然後一個是很糯很暖的 那種感覺有沒有 對比 對... 那種感覺口感真的很豐富 它的脆度跟翔哥當初 它兩個對比得很搭耶 馬糬跟煉乳好搭喔 有這種奶奶的感覺 對 然後再加上早餐的補片 很有趣耶 對 很適合耶 我覺得它加了補片跟煉乳 真的不會拖累它 對 你看看我今天這身裝扮 完全就是有一點90年代的一些精神 在身上 美式的那種嬉皮繽紛的那種色彩調味 小小精神在身上 但為什麼每一個世代 每一年都在重複流行這些 復古元素 復古風呢 因為復古風它不是流行復古 它流行的是故事 這些回憶故事呢 存在在你我心中 永遠流傳下去 這就成為了永恆 那今天介紹了那麼多的店 那些復古氛圍 都還不夠滿足你的 這個復古情懷嗎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帶你到復古公園 跟著微風它三兄妹 前進台南吃最老小吃棺材板 我們來到哪裡 牛丑子公園 車站公園 超可愛的耶 很可愛 這真的是一個公園 而且它的特別之處在於 就是一個李民 一起合作打造的一個公園 真的 所有的東西 包含這個你看連拍照的小道具 都是這邊的李民捐過來的 家裡有什麼捐什麼 超可愛 鐵軌這個不是他們家的 就是有又有這種道具 你一定是踩在這上面嘛 是這樣嗎 1嘛 不是 自己一個人做這件事 好羞恥的 等一下什麼點 快點 閃光 來 臉 閃光 來 1 來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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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真的會這樣耶 表現很好 楚變不驚... 就比如說 我們看到我們的鳳桑 他一天一整集 我一直覺得他衣服是不是太小見了 所以我們要楚變不驚 楚變不驚 一整天喔 都是這樣子 是不是 阿師傅 我沒有感冒喔 沒有肉嗎 會感冒嗎 你住起來 沒有感冒喔 你有沒有考慮跟風田借衣服 沒有 好... 這個也好可愛 你們看明星花露水的那個板子 就是這種以前的廣告牌 還有他們說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捐的 你發出來了嗎 你除了會發孔雀的聲音還會 這個是... 好可愛 好可愛 很可惡耶 那也可以洗手啊 這應該是 也是真的可以洗吧 可以啊 沒有... 你用力 這漂亮啊 這強的喔 真的 我已經嚇到了 我的頭像我撕掉了 我的包包會掉下來 示範 不要再用了 怎麼喝水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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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你看到了嗎 這樣子喝 大口喝了就對了 什麼 表現得很好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紅嗎 大家為什麼喜歡威風兄弟 就是這樣子 來 換你 好 換你了... 換你了 我示範完了 示範 來 換你了 你曉得什麼 就是盡量用眼接 誰噴醉是誰就贏 好不好 你要想辦法 求贏的人會獲得什麼 小日 這個一個遊戲 小... 少吃兩道菜 來... 來囉 1 2 3 來 你為什麼要傻了啦 不是 我都試成這樣子了 不是 你們知道今天很冷嗎 超冷喔 今天有16步耶 開始 妳主見 說 yhte消息 對啦 它是一個日文 然後這個是1930年代 日據時代的時候 這邊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中文的意思就是 很熱鬧的地方 對 然後這裡隱藏了一個 真的很古老的東西 你說你小時候都會來台南 會特地去吃 對 就是那時候我那個年代 超紅 那個小吃超紅 好像沒有吃過 就不代表你來台南 就是棺材版 對 但它的由來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好奇 只可以問你 對 這邊就是第一間棺材版 有沒有 棺材版 真的喔 刺坎棺材版 真的古老啦 真的古老 老闆娘 你好... 你好... 你們是發明者是不是 對 棺材版的發明者 真的 它是我公共研發的 公共研發的 對... 他去當兵嘛 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想說美國人來這邊 保護我們嘛 所以就研發一些 麵包這樣裝下去 聽說一開始是放雞肝進去對不對 對 最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叫肝雞版 不是 雞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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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雞肝版 是雞肝版 是 陳代的教授 他去的喔 他剛剛給我們提供的 對 給我公公說 麵包就像棺材這樣子長長高高的 對 後頭叫棺材吧 對 慢慢來客人就會接受 對啊 對 不然我結婚來的時候 人家就排出這個關雞肝 你還要嫁給那個關雞肝 對... 他那個陳代的教授 真的嗎 來了 你看它就是原本的吐司耶 對啊 他是有挖一個洞 然後再把裡面填滿對不對 對... 後面也有好奇了 好奇 第一次吃耶 我之前吃的有一個效果比較厚的 不一樣的 它是怎麼吃啊 這個是老店的 它這個用刀叉切著吃 是嗎 吸材吃法 而且在間店才這樣 它吃下去的聲音好脆喔 好脆喔 吃得很脆耶 很脆耶 它的聲音 我剛剛吃的時候 它的這個裡面的餡料呢 很多耶 很多之外呢 好像有炒過的香氣 還是因為它搭在一起之後 又有那個香味 又有雞肉 又有花枝 去加很多東西在裡面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喜歡耶 風田初體驗 炸的麵包好香喔 很香 吸收的油 澱粉漿 然後也會吸收上面的白醬 對 白醬... 白醬... 白醬之後又不一樣 還有外面做得這麼酥 超好吃耶 跟我以前知道很不一樣 是不是好像強很多 對 因為以前吃到的 很像是外面就是稍微烤過 烤過挖洞倒給你 就這樣 對 它這個是 它外面是已經酥脆到 有點像炸椅子捲 對 對不對 妳形容得好好 對 不脆 真的 有點像炸椅子捲 它就是真的要吃邊邊才好吃 才好吃喔 對 上面跟一層皮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奇怪 飽飽的 為什麼後來大家 沒有再去去吃這道 咖哩的咖哩 咖哩感覺是台式的那種咖哩耶 它的顏色 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吃的 這個感覺 好吃耶 它的咖哩算是正式 台式咖哩 對 台式咖哩 有一點點帶甜味的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跟麵包吸收的這個咖哩醬 很搭耶 好像年輕人會喜歡的味道 我覺得 我喜歡咖哩的耶 但我覺得咖哩有比我們平常 小時候營養午餐吃的那種 濃很多 我覺得他們覺得厲害 真的把麵包處理得太好了 對 它真的是台式咖哩 但它介於日式的一個中間汁 對不對 它很濃 我覺得很濃 它有它一樣有這個香料的香味 其實真的蠻好吃的耶 這個是 這個是香油豬肝 香油豬肝不是用生炒 我們這樣子就快炒 熱炒天 對... 他們是不是用感覺有果 那個地瓜粉去炸過 是香的 好好吃耶 它本來它那個豬肝的香味 鎖在那個粉裡面 你會用那個粉帶出豬肝的香甜 然後它用一點醋去做調味 有點像果醋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完全 平常不會出豬肝 但你絕對可以吃 OK的 真的... 而且單吃豬肝的時候 會有一點粉乾 有些人不習慣 對 可是加了那個粉之後 吃起來很順 真的假的啦 也有沒有一種腥味 超級香 讚 這個好像可以耶 對 幫助很多 好好吃 因為它沒有豬肝那種 就是這樣內臟味 對... 我覺得它的粉還有醬汁 幫助了很多 對... 而且意外的很可以接受 很好吃 這個豬肝 絕對讓它再紅起來 請讓它再紅起來 讓我們棺材法 重新再榮耀一次 佔領台南 好 有的時候就是會因為一些事件 或者是天氣 對不對 而讓你們那種復古情懷 忽然湧現 像剛剛跟著威風拉三兄妹 去到復古公園 有沒有看到那個公園 有很多拍照的道具 還有一些可以互動的東西 你們是不是都不知道 那些都是現場附近的居民 無償提供的 免費提供的 看了這麼多 我想要來問一個問題 這件很有心得喔 當然 看到這麼多 介紹這麼多 我今天認識很多 70 80 90年代的一些小物 也感受了這些滿滿的氛圍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嗎 人跟動物都是有情感的 那你們知道人跟動物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嗎 最大的差別就是人 他會有思考想像的這個行為 那像剛剛我們有看到 甘媽店 對不對 還有像這個復古玩具店 都是在做所謂 販賣情懷的部分 那說到這個販賣懷舊情懷 就要像現在這個地方一樣 這個地方就是復古餐酒館 其實像剛剛從外面走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滿滿的懷舊氛圍 跟很多懷舊的 布置的這些小道具 像一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路牌 然後還有以前那種油桶 甚至以前那種 日常用品的包裝都擺在外面 還有我們剛剛去甘媽店 看到裝糖果那些罐子 外面都有版社 然後也不要看現在裡面這樣子 很稀釋 還有專業的吧台 其實他們很多古早味的小巧思 都隱藏在這間店裡面的 任何小細節當中 我們小時候都覺得說 要趕快長大 就像我們去甘媽店一樣 又學出那個香菸糖 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長大了 又在懷念以前小時候 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 那種簡單快樂的日子 我開始感嘆了 來 那這樣 我們一起手拉手 願未來或過去的我們 一切都好 老闆 來杯甘味人生